我们来看这一题是利用面积的方式求定积分从负1到32.s等于多少 这个题目是我们要做出这个函数2 那么利用面积的方法来求它的定积分 所以我们先在坐标平面上来做2这个函数 我们假设它叫做fs 那么就等于y等于2它函数的图形 所以我们在坐标平面上就来做通过y等于2的这一条水平线 方程式就是y等于2的函数图形 那么接着我们要求它的定积分 定积分是从负1到3 所谓的负1那么就是s等于负1的这一条千值线 这个点s等于负1 千值线的方程式那么就是s等于负1 那么一直到千值线那么s等于3 所围出来的这一块面积 那么就是我们所要求的定积分的值 那么因此呢定积分从负1到32ds 那这个值就是我们所围出来这一块矩形的面积 那么矩形面积的计算方法就是长乘上宽 所以它的长是从负1一直到3 所谓的长那么长度就是4 那么它的高度就是从s轴来一直到y等于2 所以它的高度是2 那么因此定积分的值 那么就是矩形的面积 那么因此呢就是4乘2 计算结果呢我们得到48 所以题目要利用面积来求定积分从负1到32ds的值 我们计算结果得到这个值呢等于8 这个就是我们的答案 我们的答案